这本经典讲自万能全知的主 奢佑罪过 种人忏悔 严厉刑罚 博士恩惠的主 除他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 他却是最后的归宿 只有不幸道者为真主的迹象而争论 你不要被他们在各城市中的往来而迷惑 在他们之前 奴哈的宗族和后来的各民族都否认众使者 各民族都欲加害本族的使者 他们自谬妙望而争论 欲借此博导争理 故我惩治了他们 我的审法是怎样的 不幸道者对这样受你的主的判决 他们是居住火域的 支持宝座和环绕宝座的 都赞领他的主 都归依送他 都为信道者求饶 他们说我们的主啊 在恩惠方面和知觉方面 你是包罗万物的 求你收入悔过自心 并且遵循你的正道者 求你保护他们免遭火域的刑罚 我们的主啊 求你让他们和他们的 行善的祖先妻子和子孙 一同进入你所应许他们的 永久的乐愿 你却是万能的 却是智瑞的 求你使他们得免于刑罚 在那日 你是谁得免于刑罚 你已辞敏了谁 那却是伟大的成功 不信道者必定要召唤说 尊主痛恨你们 至于你们痛恨是自己 因为你们曾被昭规于正性 但你们不信 他们要说我们的主啊 你是我们死两次 你是我们生两次 故我们承认我们的罪过了 还能有一条出路吗 他把他的迹象昭示你们 他为你们从永中降下挤阳 只有皈依者能觉悟 你们当祈祷真主 诚心顺服他 即使不信道者不愿意 他是至宗的 是有宝座的 他以自己的决定 发出的启示 受于他所抑郁的仆人 以便他警告众人之相会之日 他们将出现之日 他们的主事对真主毫无隐诺 今日国权是谁的 是独一宗大的真主的 今日人人人都为自己所做的而受报酬 今日毫无亏望 真主却是 几何神速的 您当以临近之日 警告他们 那时他们的心将升到咽喉 他满腹忧愁 不义者将没有任何亲友 也没有奏效的说情者 他知道偷眼和心事 真主本真理而裁判 他们舍他而崇拜的 不分任何物而裁判 真主却是全聪的 却是全民的 难道他们没有在大地上履行 以观察前人的结局是怎样的吗 前人比他们视力更大 成绩更多 但真主因他们的罪过而 惩治了他们 他们对真主没有任何保护者 这是因为我的 纵实者曾带着许多民政来临他们 但他们不归信 故真主惩罚了他们 他却是至刚的 他的惩罚却是严厉的 我却于派遣摩萨 带着我的迹象和民政 去教化 法老哈曼和嘎隆 但他们说 他是谬望的树士 他把从我这里发出的真理 招式他们的时候 他们说 你们当沙鲁 与他一同信道的儿子 只留下他们的女儿 不信道者的计策 只是在迷雾中 法老说 你们让我杀死摩萨 叫他祈祷他的主去吧 我的确怕他改变你们的宗教 或在国内作乱 摩萨说 我却求必于我的主 祭你们的主 免遭不信 倾散者的 一切自败者的侵害 法老祖中一个秘密归信的信誓说 一个人把从你们的主 发出的明证 招式你们并说 我的主是真主 你们要杀戮他吗 如果他是说谎者 那么他自受谎言之害 如果他是一个诚实者 那么他所用意恐吓你们的灾难 将与一部分来临你们 真主必定不引导 过分的常说谎者 我的宗族啊 今日国权只归你们 你们在国中成雄 如果真主的刑法来临 那么谁能助我们抵抗他呢 法老说 我只以我的主张 指引你们 我只引导你们走向正道 信道者说 我的宗族啊 我的确怕 你们遭遇前人所遭遇的灾害 和奴哈的宗族 阿德人 塞玛德人 以及在他们之后的人 所遭受的灾害一样 真主是不予亏望众仆的 我的宗族啊 我的确为你们担心 互相呼叫之日子 在那日 你们将转身退后 而没有任何保护者 能使你们不受真主的惩罚 真主是谁迷雾 谁没有向导 以前 优秀夫 却将许多名证 招视你们 但你们对他所招视 你们的名证 依然在疑惑中 直到他死去的时候 你们还说 在他之后 真主绝不会再派遣任何使者了 真主这样 使过分的 怀疑者迷雾 没有真凭实据 而争论真主的迹象者 据真主和纵使者看来是很讨厌的 真主这样封闭一切自大的 高傲者的心 法老说 哈曼 你为我建造一座高楼 或许我能找到若干线索 天上的线索 而能够窥见蒙撒的神灵 我确信他是一个说谎者 法老的恶行这样迷惑了他自己 妨碍他走向正道 法老的计策 只归于毁灭 那个归信者又说 我的宗族啊 你们顺从我 我就把你们引上正道 我的宗族啊 今世的生活只是一种享受 后世才是安宅 作恶者 只受同样的恶报 行善而且信道的 男子或女子 将入乐园受无量的攻击 我的宗族啊 怎么我招你们与得度 而你们却招我与火域呢 你们教我不要信真主 而以我所不知道的事物配他 我却要教你们 崇拜万能的制设的主 其实 你们招我去崇拜的东西 在今世和后世 都不能应答任何祈祷 我们的归宿是真主 过分者必是火域的居民 你们将来会想到 我对你们说的话 我把我的事情委托真主 真主却是明察众仆的 真主保佑他 免遭他们所计谋的祸害 并以严刑 降于法老的宗族 他们朝夕受火刑 复活时来临之日 或者将说 你们让法老的宗族 进去受严厉的刑罚吧 那时 他们在火域中互相争论 懦弱者对自大者说 我们却做过你们的圣存者 你们能替我们解除一部分火刑吗 自大者说 我们大家的确都在火域中 真主却已替众谱判决了 在火域里的人对管理火域的天神说 请你们祈祷你们的主 求他为我们减轻一日的刑罚 他们说 难道你们族中的使者没有昭示你们若干明正吗 他们说 不然 天神们说 你们祈祷吧 但不信道者的祈祷 只是在迷雾中 我必定冤住我的纵使者和纵信使 在今世生活中 和在众见证之力之日 不义者的托词无比他们之日 他们将遭拒绝 他们将受后世的刑罚 我却将正道赐予摩萨 我却以使以色列的后遗 继承天经 用作有心灵的上导和教诲 故你当奸人 真主的应许却是真实的 你应当为你的过失而求饶 你应当朝夕地赞颂你的主 没有真凭实据而争论真主的迹象者 他们的胸中的确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要想达到他们绝不能达到的伟大 故你当求必于真主 他却是全聪的 却是全民的 创造天地 是比再造人类更难的 但世人大半不知道 无言者与有言者是不相等的 信道而且行善者与作恶者也是不相等的 但他们很少觉悟 复活时必定来临 这是毫无意义的 但众人大半不信 你的主说 你们要祈祷我 我就应当你们 不肯崇拜我的人 他们将卑贱地入火域 真主为你们创造黑夜 以便你们安息 创造白昼 以便你们观看 真主对于人类 却是有恩惠的 但世人大半不感谢 那是真主 是你们的主 是万物的创造者 除他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 你们怎么如此悖逆呢 否认我的迹象者 就是这样悖逆的 真主为你们 而以地面为居处 以天空为房屋 他以形象赋予你们 而使你们的形象优美 他供给你们加美的食品 那是真主 你们的主 多福在真主 全世界的主 他却是永生的 除他外 绝无应受崇拜的 故你们当祈祷他 诚心顺服他 一切赞颂 全归真主 全世界的主 你说 当许多名震 从我的主 来临我的时候 我却奋道禁令 不准我崇拜 你们舍真主而崇拜的 我却奋道命令 叫我顺服 全世界的主 他创造了你们 先用泥土 去用金叶 去用雪块 然后使你们出生为婴儿 然后让你们成为成年 然后让你们变成老人 你们中有夭折的 然后让你们活到一个定期 以便你们明理 他能使人生 能使人死 当他判决一件事的时候 他只对那件事说 有 他就有了 你未见真弄真主的气象者 怎样背你吗 他们否认天经 否认我 将是纵使者的迹象 他们不久会知道的 那时铁军和铁链 将在他们的镜上 他们将被拖入废水中 然后 他们将在火中被烧烧 然后将于天神对他们说 你们舍真主而崇拜的偶像在哪里呢 他们将说 他们已回避我们了 其实 以前我们并未祈祷任何物 真主这样是不信道者迷雾 那是因为 你们在地方上 不该欢喜而欢喜 也因为你们太得意了 你们入火域门而永居其中吧 自大者的住处真恶劣 你当奸人 真主的应许 却是真实的 如果我要招式你一点 我用于恐吓他们的刑法 那么 我对他们却是全能的 社会 我使你去世 那么他们只被招归于我 在你之前 我已派遣许多使者 他们中 有我已经告诉你的 也有我未告诉你的任何使者 不应招式迹象 除非获得真主的许可 当真主的命令来临的时候 众生将依真理而被判决 那时 反对真理的人将遭窥捨 真主 真主为你们创造了生许 以便你们骑成 并食他们的肉 你们由他们获得许多利益 以便你们骑着他们去寻找 你们胸中的需要 你们用他们和传播 载用货物 他招式你们他的迹象 你们否认真主的什么迹象呢 难道你们没有在大地上旅行 因而观察前人的结局是怎样的吗 前人比他们势力更大 成绩更多 但前人所获得的对于自己并没有什么批语 当他们祖中的纵使者 招式他们许多名震的时候 他们因自己所有的学文而洋洋得意 他们所嘲笑的刑法 逐将降临他们 当他们看见我的刑法的时候 他们说 我们只信真主 不信我们用以配他的 当他们看见我的刑法的时候 他们的正信对他们毫无披意 真主以此为众朴的 以逝去的长道 那时不信道者 遭受窥窃 不信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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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